嗨 我是可恩 一个星期前我就收到华为给我寄来的一款新Laptop 那款Laptop就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就是我之前在Basona MWC华为发布会的时候有介绍过的 华为Matebook 13 2020款就是这个 美哦? 所以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个人觉得这一台电脑非常设OLOB 尤其是跟他出来社会的大学生 因为这些人真是需要一台性能强大 然后又轻薄又可以带出带进的笔电 最重要是价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里面的嘛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我的华为Matebook 13 2020款的 一星期体验报告 我们直接讲一个星期后的结论好不好 那个结论就是 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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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经过一个礼拜的洗礼之后 我就有整理出了十个华为Matebook 13 值得让你买它的地方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一 在相同定位的笔电里面 它的屏占比是最大的 后来Matebook 13 它用上了这个2K屏 其实这个也还好 你留意看它的这个 这三边的窄一边框 屏占比才是我最注重的东西 像是相同定位的HP MP13 它的屏占比就是81% 相同定位的这个Apple MacBook Air 它的屏占比就是82% 那来到Matebook 13 它的屏占比赶赶就给你88% 左右边框只有4.4mm 高的屏占比会看起来满满都是screen的感觉 所以平时你得空看剂啊 看video啊 视觉体验都比较爽 除此之外哦 你edit Microsoft Word Doc的时候 或者是上website做research 你都可以比平时看多一点东西 方便给你硬目了然 你就不用一直scroll啊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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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看高屏占比的电脑 你在看你朋友的那种普通电脑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回不去了 差很多 真的 个人体验 第二 在相同定位的笔电里面 它是唯一一款支持touchscreen功能的 那除了屏占比之外呢 其实Matebook 13还有一个一大亮点 那就是支持touchscreen功能 它是同教位笔电里面哦 像是HP Mv13啊 Apple MacBook Air 唯一一款支持2K touchscreen的笔电 这里我就demo给你看 为什么我需要一个touchscreen电 像是平常screenshot的时候呢 Matebook 13是可以直接三个手指下滑 C 或者是想要screenshot一部分画面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手指画起来 是不是很方便很快呢 那除了screenshot之外呢 左推 右推 上推 下推 放大 放小 就是给身边的人感觉特别爽 很high tech的feel 你知道吧 但有了护眼模式 常先用也不会眼睛咧 我跟你讲哦 Laptop这种东西 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无论你是工作啦 娱乐啦 在房间啦 在客厅啦 在厕所啦 都是可以用的哦 但是当你常先用电脑 其实你对你眼睛是很伤一下的 尤其是追韩剧的时候 我跟你讲 韩剧一追是不能够停的 像我看夫妻的世界 我一追就只要追到12集 那Matebook 13自然也配备了护眼模式 就是可以帮助你 顾虑蓝光 从而减少对眼睛的伤害和疲累 那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 每对这么一个小时 就可以休息五分钟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 避免的情况下面呢 有护眼 怎样都好过没有护眼 其实 第四 它轻薄啊 对于一个时常出门工作的我来说 其实我选Laptop的要求就是轻薄 外面部13的话 它的屏幕尺寸虽然是13寸 但你不要看它大大哥 其实它的重量只有1.28kg中 所以你算起来哦 其实重量就差不多相等于 两支矿泉水 那Imagine你带两支矿泉水出门的话 其实也OK吗 有些人带三支team了 啊 我的朋友 他的运动 第五 有指纹解锁开机 很多人问我哦 有指纹解锁真的是这样重要的吗 OK 你讲不重要是不是 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拿起你的手机 拿掉你的指纹解锁 拿掉你的面部解锁 只剩下密码解锁 我肯定你不到24小时后 你就会举白去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一键解锁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面部13 就把指纹识别 配置在Power Button上面 当你要开解锁 手指点一下 识别你的指纹 然后直接就进入桌面 真正的一间开机 上面的 第六 华为自家的黑科技 华为Share 包好人我告诉你 这功能呢 其实不需要我多解释啊 大家都知道极好用 这边咯 你电脑做工 那边你电话有Message进来 你看完电脑 你要看电话 你看完电话啊 真的 我告诉你 工作永远做不完 因为你的时间咯 都花在切换 打开华为Share Tap一下 手机屏幕就直接投在电脑上面了 接下来电话 有什么WhatsApp啊 Messenger啊 WeChat啊 IgMessage啊 都可以直接通过电脑来操控 电话就不需要动了咯 而且联系了之后 你电话里面的照片 影片 随便都可以直接Drag进来电脑 也可以从电脑Drag回去电话的咯 不需要用到Cable过档 真的真的真的很方便 配合买Touchscreen 有时候没有带到滑鼠 Drag过去直接用手指都不用Touchback过来啦 第七 16GB RAM 同价位里面它是最高的咯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通常买电脑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注意几个点 屏幕大小啊 处理器啊 储存空间多啊 Gb多啊 TB啊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RAM MacBook 13呢 在这个价位最高不到5000块的范围里面 它竟然给到16GB RAM 相比起其他同价位的笔电像是 HP MP13啊 Apple MacBook Air啊 它都是最高的了 第八 65W充电头 一条Type-C Cable 通通 其实身为一个弱女子哦 我出门真的不是很想带很多东西吧 包包有几轻就几轻 能装几少东西就装几少东西 最重要是 空了 可以装新东西进去了吗 MacBook 13这里就完全是我的菜 它一条Cable充电下 65W的Charger除了帮MacBook 13充电之外呢 还可以给点手机啊 平板啊 Powerbank啊 耳机啊 手表等一致过充电 那65W的充电器 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支持Huawei的Super Fast Charge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把你的机器充满电 所以以后你出门呢 你就不用带这样多 几条几百条的Cable啦 一条就好 第九 比同等价位的普通笔电 更加能够散热 它是采用了Sharp Fin Cooling System 2.0 比普通笔电散热快上25% 那它这个2.0里面呢 就有双热管 双风扇的设计 简单来讲就是两个热管 分别对应CPU和Graphic Card 两边同时发工 这时候 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风扇就会以超高速的速度 转到8000RPM 8000RPM就是 每分钟转 8400 转得越快 散热就越快 那风扇转动越快 发出的风扇声 可能就会更大声的咯 但是实际听起来 我觉得没有很大声啦 总体还能接受 而且风扇声音比较扎实 日常情况风扇声音 基本是听不到的 因为它的机身是没有铝合金 所以当它散热的时候 你会feel到有一点温热 而且它的散热地方都集中在 后面这边的这些排气孔那边 如果你是有一个习惯 把电脑放在台北的话 最好不要这样做了 对了好不好 第十 买电脑送637块的赠品 像我这样务实的人 然后最重要的一环就是 价钱与赠品 MacBook 13最高配置的售价就是 4999块 买就送你637块的赠品 赠品就包括了蓝牙滑鼠啦 华为backpack啦 还有华为band4智能手环 虽然不是什么太贵的东西 但是有诚意嘛 当然如果你觉得 虽然999块 还是有一点over budget的话 不用怕 其实华为有顾虑到很多人的钱包 MacBook 13 还有更便宜的版本 刚刚我讲的4999块是i7 16GB 512GB的 那如果你要便宜一点的话 其实还有i5 16GB 512GB的 4499 什么 4499还是有点贵 那华为的R5 16GB 512GB的MacBook 13 才3499 所有的价位的MacBook 13 都是有637块的赠品 一师同人啊 但是这里要先声明哦 不同价钱不同版本 就有不同的体验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 4499块的这个版本 不多不少刚刚好 budget也okok 虽然我果断买它 其实最大的原因哦 就是华为Share这个功能 因为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本身是用一个华为手机的话 我真的非常强烈建议大家 搭配一台华为电脑 因为那个方便程度 真的是很夸张好用 你处理东西哦 会快很多 然后你用了 真的是回不去 因为我就是一个人犯 怎么说呢 华为MateBook 13 在这个价位上面有这个配置哦 真的算是A等级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 看个一百遍这样子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还有YouTube 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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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